北六省武林盟主齐奥松与东营武圣藤原秀泽决斗的消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沸沸扬扬传遍了江湖,在武林中人眼里,这场决斗早已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江湖争斗,它已经是一次关乎中原武林尊严与荣誉的挑战,甚至被视作中华武功与东营武技的最高对决。 随着决战日的临近,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往宝定,赶往齐奥松府上去声援助威,齐府应接不暇至下,只得在府门外的长街两堂,搭起两排临时帐篷宫众人赞助。 与此同时,京城富贵赌方的赌局更是吸引了不少赌徒。 富贵赌方是天下第一大赌方,信誉卓著,分店遍及天下,背景更是神秘。 有传言称,富贵赌方有皇家背景,不过这个传言从未得到证实。 人们只知道一件事,就是富贵赌方是赌坛的一块金字招牌,它代表着公平、公正和安全。 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京城,在京城的富贵赌方下重筑后,在赶往离北京城不远的宝定府,在齐奥松的府地外等待着最终的结果。 就在人们纷纷赌往保定府的同时,云香像来时一样,悄然离开了北京城。 不过目的地不是保定,而是千里之外的江南。 长途旅行时意见乏为透顶的事,所以云香在马车中准备了几百本书。 马车外下着稀稀利利的小雨,但在岩石的车中却很温暖。 云香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听着窗外的雨声,坐在书堆中信手翻阅百家杂学,不为赶考,也不为查证经词典故,这种悠闲让她有种前所未有的惬意。 不过,这种惬意没有维持多久,她又感觉到一丝心神不宁,这感觉几天前就出现过,令人有些不舒服。 对面的小薄剑云香终于放书,揉着鼻梁斜靠在书堆上,不由小声问,公子,我不明白,咱们为何不去保定等着看结果。 这次有数千将胡人赶往保定声援齐奥松,热闹得紧呢。 去的人越多,乔奥松越不能退缩,这哪是声援,简直就是逼着她去送死嘛。 云香轻轻叹息,我虽与齐奥松没什么交情,却也不忍心见她血剑当场。 小薄笑道,公子还是心软,连下了十万两,种猪的豪赌都不看了。 云香摇摇头道,我只关心自己所能把握的部分,在下注前认真权衡比较,至于结果已在计算之中,看不看又有什么关系呢? 小薄浑浊的眼眸中闪过一丝静养,轻叹道,话虽如此,但就算是养性练起大半辈子的高僧,恐怕也没有这等甜静淡泊的心境。 公子这种与生俱来的自信,实在令老奴羡慕。 与生俱来,云香苦涩一笑,眼光落在虚空,迷离幽远,只有想尽荣华富贵,才能真正看破红尘,只有经历过人世间最大的挫折和失败,才能真正默示胜败生死。 小薄同情地望着云香,轻声问,公子从未向任何人说起过自己的过去,难道往事竟如此不堪回首? 云香没有回答,却闭上眼睛斜靠上身后的书堆,半晌未动。 小薄只当他要休息,便起身轻轻为他盖上毡毯。 直到这时他才发觉,云香虽然双目紧闭,但眼角处却有两粒晶莹的泪珠。 马车在机型中微微摇晃,像摇篮一般催人入梦。 小薄见云香鼻息低沉,已沉沉睡去,紧握的手掌也微微张开,手中那没奇特的雨花石项链摇摇欲坠。 他轻手轻脚想要将它从云香手中拿开,吐见云香浑身一颤,从睡梦中乍然惊醒过来,立刻紧紧握住了雨花石。 公子又在想书姑娘了。 小薄温声道,云香悄悄抹去眼角的泪痕,神色争冲地望着虚空,没有说话。 小薄向慈爱的长者怜惜地望着他,小声安慰道,老奴已调动一切力量去寻找书姑娘下落,只要他还活着,就一定能找到。 云香不置可否地呛了一声,仔细将雨花石向坠收入怀中欧隔。 这时,急行的马车突然缓了下来,到旁隐隐传来女人的哭喊和男人的贺骂。 云香好奇地撩开车帘,就见路旁朦胧夜雨中,一个青山女子被三的黑衣大汉横抱着,正望到旁的树林中拖去。 云香忙一声轻吓,停。 马车音声停下,一个黑衣汉子立刻对马车扬扬手中的鬼头刀。 一声喝道,赶你的路,别他妈多管闲事。 话音刚落,就听一声鞭响,那汉子立刻捂着脸哇哇大叫。 另外两个黑衣汉子忙丢下那女子,挥刀向马车扑来,谁知还没接近马车,就被马鞭抽得连声惨叫,落花而逃。 云香摇见那女子倒在地上,在雨中不住挣扎,却无力站起,便对小伯道,去看看。 小伯有些迟疑道,公子,咱们还有要事,既然那些家伙已经走了,咱们就别再多管闲事。 咱们若就此离开,那些败类岂不会立刻又回来。 云香不满地瞪了小伯一眼,咱们是在救人还是在害人,快将他弄到车上来。 片刻后,马车继续前行,那浑身湿透的少女捧着云香递来的热茶,眼里依旧有着受惊小鹿般的胆怯和戒备。 云香打亮着满面污秽的少女,脸上泛起暖暖的笑意,不用再害怕,到了这车上你就安全了。 姑娘叫什么名字? 我,我叫青儿。 少女终于战战兢兢地说出了她的小名。 北六省正为盟主齐奥松与东营武圣的决斗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演播飘渺的江南却显得十分平静。 蒙蒙细语笼罩的金陵家大宅,像寂寂无声的猛兽般,孤独地盘踞在金陵城郊。 宿府后花园中,苏家大公子苏明玉像往常一样,独自在凉亭品茶。 宝物与细语使她的身影显得尤其孤独,而她的眼中更是有一抹永远挥之不去的寂寥和萧索。 不过当她看到花园小镜中,一个衣衫单薄的人影打着游伞缓步而来时, 她的眼中涌出了一丝难得的暖意。 坐! 她眼中的暖意随着微笑在脸上弥漫开来,划去了满庭的萧索。 带来人在她对面坐下来后,她缓缓地蒸上一杯茶,有些遗憾地向某人示意道, 天冷,茶凉,幸亏你来,不然我又要喝酒。 来人淡淡道,喝茶我陪你,喝酒就算了,不然你又要醉死。 二人相视一笑,苏明玉摇头轻叹道,江湖上谁要说千门公子香与我是朋友,恐怕会让人笑掉大牙。 来人从怀中掏出一封拜帖,放到桌上道,既然是朋友,我就应该奉劝你一句,千万别再玩这种游戏。 只不过是游戏而已,苏明玉嘟囔着拿起拜帖,边打开边笑道, 我估摸着你也该回来了,麻烦大名鼎鼎的公子香替我跑腿,实在有些不好意思。 没什么,算是还你上次的人情。 芸香不以为意地摆摆手,从外表看,她与苏明玉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但二人坐在一起,却显得十分自然和谐。 苏明玉定定地看着拜帖,面色渐渐就变了。 直到芸香小声提醒,她才浑身一颤,豁然回过神来,仰天轻叹,其要松死定了。 拜帖飘落余地,只见其上用寥寥树笔勾勒出一个灰刀的人影,在人影之上,有重重的一撇,像小孩的涂鸦,打破了画面的和谐。 芸香俯身捡起拜帖,不解地问道,仅凭这信手一笔你就能看出藤原秀泽的武功高低? 说实话,我看不出来。 苏明玉摇头轻叹,没人能看出她的深浅,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件齐奥松绝技挡不了。 芸香淡淡地道,这样正好,我已经下重注买腾袁秀泽胜。 苏明玉脸上有些不快道,你真以他们的决斗为赌。 不是我要赌,芸香默然道,是福王,我只不过是借机装点小钱罢了。 苏明玉木然伴上,突然失笑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放心,我才不想成为你们的斗鸡。 说着,顺手将手中的拜帖丝的粉碎。 芸香身盯着苏明玉的眼睛道,你真是这样想。 苏明玉呵呵一笑道,难道你还不了解我? 芸香暗舒了口气,转望听外景色,只见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夜幕悄然降临,淡淡月光静静洒下来,整个花园笼罩在一片萌萌银色之中。 苏明玉遥望天边那萌萌圆月,有些伤感的轻轻叹息道,月圆了,今晚就是齐奥松与藤原秀泽决斗的日子吧。 就在芸香与苏明玉月下对垒的刀,离江南千里之外的北京城,一处幽静的别院中,一个面目儒雅的老者也在望着天上明月发正。 老者年于五旬,一身富贵园外袍,打扮得像一个养尊处优的富家翁,不过气质却又像是个,尤其他那半张半合的眼眸深处,有一股旁人没有的威严和冷。 不过,此刻他的神情有些慵懒,又像是午后在树梢下打盹的雄狮。 王爷,一个管事搭扮的中年汉子悄然而来,在老者身边攻身道,揭穿将军已经到了。 快请,老者一扫满面慵懒,对中年汉子一摆手,让除下传言。 一名身穿和服的东营人,在几名东营武士的蜂拥下大步而来。 那东营人年约四旬,面目英质,个子不高,却拼命挺胸突渡,昂首而行。 老者见到来人,立刻笑着起身相迎。 那东营人忙在树杖外站定,先是一鞠躬,然后拱手拜道,德川将军特使借川龙次郎,见过福王。 蒙王爷赐宴,在下不慎恐。 老者呵呵一笑,圆首道,借川将军乃是德川将军特使,除了我大明天子,不必对任何人行礼。 再说,今日老夫只是以私人身份请将军小拙,借川将军不必太过拘谨。 借川龙次郎拱手道,王爷不必谦虚。 想当今大明皇帝年纪上轻,对国家大事尚无主见,一切就要倚靠王爷运筹。 王爷虽无摄政王之名,却又摄政王之实。 借川临行前,德川将军一再告戒,万不能怠慢了福王爷。 福王挽起借川的手笑道,借川将军说笑了,这次本王还要仰仗德川将军的协助,以防治海上窝患,咱们应该多多亲近才是。 二人又客气一回,这才分兵主作下。 在丫鬟蒲庸针酒上菜的刀,福王爷貌似随意地问道, 今日就是贵国武师藤原秀泽,与我朝北六省武林盟主齐奥松决斗的日子吧。 借川龙次郎抬头看看月色,傲然道,今日便是月圆之夜, 如果不出意外,此刻正是藤原秀泽将剑刺入齐奥松心脏的时候。 福王淡笑道,借川将军对藤原的剑有十足的信心。 当然,借川龙次郎脸上闪出莫名的骄傲,藤原秀泽是咱们东营第一武士, 在东营有武圣之称,六年前曾挑遍东营十三派无敌手。 如果这世上真有什么不败的战神,那一定就是藤原武圣。 听借川将军这一说,本王就彻底放心了。 福王常常说了口气,见借川一脸疑惑,福王笑着解释道, 这次藤原武圣与齐奥松的决斗早已传遍江湖, 京中有赌方暗中以这次决斗为赌,开出了一赔三的赔率。 本王一时手痒,也在藤原武圣身上下了一注。 若藤原武圣真如借川将军所说那般神有, 那本王就可以小赚一笔了。 哦,有这等事。 借川一脸惊讶,不知王爷下了多少。 福王白手笑道,本王随便玩玩,只下了一千两银子。 只一千两? 借川一正,不知这次一共有多少赌资。 听说有数十万两之巨。 福王貌似随意地笑道, 几十万两? 借川满面惊讶,跟着连连扼腕叹息, 中华真是富庶天下, 一场赌局竟有数十万两赌资, 可惜王爷错过了发财的大好机会。 若下他的三五万两, 一赔三,王爷便可赢他的十几万两啊。 福王呵呵笑道, 可惜当初本王并不清楚藤原武圣底戏, 若早地借川将军指点, 本王也不至于错过这次机会。 借川连连叹息, 可惜我不知有这赌局, 错过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不过就算知道, 在下财力有限, 也是无可奈何。 福王笑道, 这等赌局大多是秘密开赌, 必须有赎客引荐才可参与。 可惜借川将军即将回国, 不然本王还可与将军合作, 共同发财。 他借川遗正, 忙问, 不知如何合作。 福王悠然笑道, 大明帝国, 一向以天朝自居, 历来瞧不起四方蛮夷, 有以好勇斗狠的武人为甚。 蜀本王直言, 东营在国人眼中, 不过一满一岛国。 中原武林, 绝无法容忍依东营武士挑战, 我天朝尊严。 藤原若胜其奥松, 必定记起中原武林功分, 届时鼎会由武林高手向他挑战, 这赌局将会越来越大。 如此一来, 借川将军就不必再为错过 这次机会感到遗憾了。 借川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跟着又摇头苦笑道, 可惜藤原秀泽并非家臣, 他一向独来独往, 就连得川将军也不放在眼里。 这次虽然与我同船前来, 却并非我使团成员, 以他的秉性, 绝不愿成为别人赌博的工具。 这个你无需担心, 本王自有办法。 父王笑道, 只要借川将军与本王合作, 本王出钱, 将军出力, 咱们定可大赚一笔。 借川两眼放光, 盲问, 如何合作。 父王呵呵笑着举起酒杯道, 干了这杯酒, 咱们再慢慢聊。 二人同意一杯后, 父王若有所思地望着天上明月, 喃喃自语道, 已经三更, 那场决斗的结果也该传到京城了。 话音刚落, 就听门外有人急奔而入, 一路高叫, 报, 先, 父王一声令下, 一名浑身湿透的汉子匆匆而入, 在廊下气喘吁吁的禀报, 一个时辰前, 齐奥松已死在藤原秀泽见下。 当时是怎样的情形? 父王盲问, 那汉子喘息烧定, 这才到, 齐奥松挡住了藤原秀泽第一剑, 却没能挡住对手旋风般的第二剑, 被藤原秀泽由肩制腰, 一剑斜披成两半, 一定是旋风一斩。 借川兴奋的鸡桌叫起来, 藤原秀泽除了幻影七杀, 旋风一斩更是无人能挡。 想不到借川将军也精于见计, 父王笑盈盈地对借川举起酒杯, 不知与藤原武圣相比如何。 在下哪敢与藤原武圣相提并论? 借川连忙咬手, 跟着右面有的色的笑道, 不过这次东渡, 承蒙藤原武圣指点, 在下受益匪浅。 这次随行的数十名武士中, 除了在下, 有资格得到藤原武圣指点的, 也不过二三人而已。 父王若有所思地点头道, 如此说来, 使团中除了藤原武圣与借川将军, 至少还有两三个剑法高明的武士, 这就好办了。 父王此话是什么意思? 借川有些莫名其妙。 父王悠然一笑, 俯身在借川耳边小声而语了片刻, 借川面色渐变。 却见父王悠然道, 借川将军既然想与本王合作大赚一笔, 多少也该出点赌本才是。 这场豪赌一旦开始, 本王估计, 每局赌资绝不会低于百万之数。 百万之数。 借川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 迟一片刻, 终于拍而起, 决然道, 好, 在下就听从王爷的安排。 父王立刻长身而起, 局长道, 既然如此, 咱们就击掌为事。 二人迎空击掌, 然后齐齐举杯, 合作愉快, 干。 斜阳, 古道, 天色如血, 秋风萧瑟。 一乘马车, 缓缓行驾在秋风里, 马车有棚, 窗门紧闭, 在暮色建置的官道中有些神秘。 马车中, 藤原秀泽怀抱双键盘膝而坐, 如泥肃木叼斑, 明目无语。 三天前, 当他得知自己与齐奥松的决斗 成为别人的好赌时, 便感到自己的此行失去了意义。 他不想自己神圣的决斗 成为别人的赌局, 更不想成为别人赌博的工具, 所以在战胜齐奥松之后, 他便决定回国。 为此他不得不躲在车中, 以避开中原人的耳目, 悄然赶往杭州。 倒不是害怕有人阻拦, 而是不愿为不值得动手的对手拔剑。 在杭州湾, 戒川龙次郎已经为他联系好渔船, 他可以从哪里悄然回国。 马车突然停了下来, 藤原秀泽墨地睁开双眼。 他听到了马车后方追来的急促马蹄声, 还有那淡淡的血腥味, 像针一样刺激着他的神经。 藤原君, 藤原君。 一起快马在马车外撕叫着停下来, 有人在焦急地呼唤着, 听声音依稀, 有些熟悉。 藤原秀泽聊起车帘, 立刻辨认出来人是戒川龙次郎的武士大岛晋二, 是戒川使团中不多的几个剑的好手, 在同船东渡的漫长旅途中, 曾得到过自己的指点。 大岛君, 何事? 藤原秀泽淡然问道, 大岛摸摸满脸汗珠, 匆匆道, 藤原君, 你刚离开北京, 便有中原武士道使馆寻衅, 要与你决斗, 言语十分难听。 苍连君不愿多了我大和武圣威名, 毅然替你出战, 谁知仅一个照面就被来人所杀。 来人让在下把这个交给你, 说是他的挑战书。 说着, 大岛递过来一个四方的锦盒。 藤原秀泽眉梢一条, 脸上闪过一丝惊异。 苍连不仅是借穿龙次郎的家将, 也是一鹤流屈指可数的高手, 论辈分自己还要遵他一声诗书。 他的剑法自己完全了解, 谁能一个照面便杀了他。 藤原将信将疑地接过锦盒, 上尾打开便闻到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藤原皱眉缓缓打开锦盒, 定睛一看, 顿觉血脉奔张, 一股怒火由丹田直冲脑门。 锦盒中, 竟是苍连血肉模糊的人头。 碰一声合上锦盒, 藤原强压怒火冷冷问, 他是谁? 那人黑金蒙面, 也没有留下姓名。 大导答道, 他只说三天之后, 在杭州湾一艘楼船上等你, 船上有龙卷风标志, 你一见便知。 藤原默默把锦盒还给大导, 遥望前方默然半晌, 突然对车夫吩咐, 回头, 我们不去杭州湾。 车夫答应一声, 立刻掉转码头。 大导见状盲问, 藤原君这是要去哪里? 藤原已放下了车帘, 只听他淡漠的声音从车帘后传来, 请大导君转告借川将军, 务必把苍连的遗体带回故土厚葬。 另外, 多谢他的安排, 不过我已不打算从杭州湾回国。 大导一愣, 盲问, 你要避而不战? 没错, 车中传来藤原淡漠的回答, 大导一听大吉, 盲问, 你难道甘心苍连军白白被杀? 你难道不在乎自己武圣的威名? 马车中没有应答, 只是缓缓往来路而回。 大导见状连忙揍马篮在车前, 拉住车员大声质问, 你要临阵脱逃? 要知道这次决斗已不是你一个人的胜败荣武, 而是关系到我大和民族的尊严。 你难道要做大和民族的罪人? 马车中闪出一道寒光, 闪电般掠过大导腰斜。 大导只觉腰间一松, 腰带竟被无声割断。 只听马车中传来腾原环剑入鞘的铿锵声, 以及他那冷酷的话音, 你在赶拦路, 我就杀了你。 大导呆呆地望着马车渐渐远去, 突然破口大骂, 呸, 什么武圣, 你根本不配。 你不敢应战, 我大导进二会替你去。 大和武士可以战死, 却绝不会临阵退缩。 秋日的杭州湾码头, 正是渔民收获的季节, 从早到晚都有传来传往, 显得一场热闹喧嚣。 不过这几日, 杭州湾已被另一种热闹代替, 无数江湖人正从水路两路陆续赶来此地。 他们得到消息, 江南第一武林世家宗主苏敬轩, 已经向杀害了北六省武林盟主的东营武圣 腾原秀泽发出了挑战。 这消息像长了翅膀, 短短几天就传遍了大江南北。 人们从各地陆续赶来, 除了要见证这场关系中原武林尊严的一战, 更想一睹江南第一武林世家那秉明镇天下的秀底无影风。 旭日东升, 天边红霞万道, 一艘楼船如在画中, 从海上徐徐驶来。 楼船桅杆之上, 高高飘扬着一面奇怪的锦旗, 那上面秀的不是常见的飞禽猛兽, 也不是足灰姓氏, 而是一股盘旋而上的龙卷风。 岸上众人看到正面锦旗, 顿时欢声雷动。 人所共知, 这面玄风旗正是江南苏佳独有的标志。 岸上的欢呼声传到楼船的时候, 在舱中静坐的苏静轩心中并无一丝轻松, 相反, 他的心中更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虽然出身江南第一武林世家, 但他并不是个好勇动恨之辈, 苏佳在江湖上也一向低调。 但这次, 他不得不成为江湖驻墓地焦点。 这次决斗已不仅仅是苏氏一族的荣誉, 在许多江湖豪杰心目中, 他更关系到中华武林的尊严。 宗主传到杭州湾了, 一名苏氏弟子小生进来禀报。 苏静轩忍了一声, 缓缓睁开眼, 淡淡吩咐道, 就在这抛锚停船, 然后让大家下船去吧。 弟子答应着悄然退下, 片刻后楼船上便静了下来。 苏静轩重新闭上双眼, 平心定气缓缓调息, 强压下各种杂念。 面对击杀过齐奥松的藤原秀泽, 他知道自己并没有多少胜算。 不过这次, 他已不得不战。 楼船在离码头数十丈之外, 抛锚停了下来, 水手扑拥陆续坐小艇离开, 看来他已不准备靠岸, 这让岸上等候的众人多少有点遗憾。 海湾中虽然有意着不少船只, 其中大步为江湖中人所顾, 不过却无一艘靠近楼船。 人们自觉地避开楼船数十丈, 已是对苏敬轩的敬意。 红日渐渐偏息, 岸边等候的众人渐渐不耐烦起来, 纷纷打听决斗的确切时间, 就在这时, 只见一艘小山板从渔船群中冲出, 静止驶向楼船。 众人放眼望去, 摇见山板之上, 一名轻衣汉子单手摇鲁, 山板批拨破浪, 渐渐靠近了停泊的楼船。 在离楼船数丈之外, 那汉子飞升而起, 抓住楼船悬梯纵身而上, 稳稳落在船头甲板枝上。 岸上众人骚动起来, 不少人在相互询问, 谁? 那人是谁? 有人立刻答道, 这还用问? 这个时候上船的当然是藤原秀泽, 看来苏宗主是把决斗的地点 钉在了船上。 甲板轻微的震动立刻为苏敬轩察觉, 他缓缓睁开眼, 就见一名年轻的东营武士环抱双剑, 昂首大步而入。 苏敬轩不由皱眉道, 你不是藤原秀泽。 那名东营武士在树杖外站定, 冷眼打亮着苏敬轩道, 你怎知我不是藤原秀泽? 苏敬轩淡然道, 你落在甲板上时, 脚下稍显虚浮。 若你是藤原秀泽, 岂能击败齐奥松? 那东营武士脸上露出敬佩之色, 芒拱首道, 在下大岛镜二, 今日来替藤原武圣出战。 宿静轩皱眉问, 藤原为何不来? 大岛镜二傲然道, 对付你这样一个老家伙, 何须藤原武圣亲自出马? 苏敬轩重新闭上双眼, 淡淡道, 我等的是藤原, 你走吧, 你觉得我不配做你的对手? 大岛愤然问道, 剑队方明目不达, 显然是以默认, 大岛一声怒吼, 坑一声拔出佩剑, 双手握剑喝道, 拔出你的冰刃。 苏敬轩浑身上下空无一物, 身边也没有任何冰刃, 大岛剑状以为有机可乘, 不等对方反应, 他一声轻贺, 会剑斩向对方景象。 就在这时, 指尖一道淡淡的寒光, 悄然从苏敬轩袖中拖出, 精准地拦在半空。 这道寒光来得突然, 寒光刺骨, 大岛心知不妙, 慌忙受住双臂之力, 见立刻停在中途, 以苏敬轩, 景象已不足一尺。 但大岛已不敢再动, 一柄样是奇特的断刀, 已挡在他手腕之上, 只要他一动, 就得把自己双手送给对方。 大岛额上冷汗淋漓而下, 见对方严重并无杀意, 他才稍稍安心。 缓缓退后两步拖出对方威胁, 他才看清那柄突如其来的断刀, 长不及一尺, 锋刃前掠, 刀尖前弯, 样式十分奇特。 他不由色声问, 这是什么刀? 无影风, 苏敬轩说着手腕一番, 刀已悄然引回袖中, 原来他的刀鞘藏于苏敬轩袖底, 刚好与小臂一般长短, 难怪先前察觉不到他的存在。 无影风, 袖底无影风, 大岛诗声惊呼, 中原与扶桑锦衣海之隔, 有不少神奇传说, 也通过海上渔民传到扶桑, 而袖底无影风的故事, 在扶桑已流传近百年。 大岛没想到, 自己今日竟见到了他的传人, 回去告诉藤原, 我恭候着他的到来。 肃敬轩依旧盘息而坐, 淡定如初, 大岛不甘心就此认输, 把剑一横, 傲然道, 我还没输。 说完一声嚎叫, 再次挥剑而上, 一剑直批, 气势如虹。 肃敬轩终于长身而起, 侧身避开大岛迎面一展。 二人身形交错而过的瞬间, 肃敬轩袖中无影风再次出手, 轻盈掠过大岛前胸。 大岛一金阴伤而裂, 前胸显出一道淡淡血痕, 伤痕虽长, 却并不致命。 大岛低头看看胸前刀痕, 顿时面如死灰, 色声道, 你武功远胜在下, 为何不杀我? 肃敬轩淡然道, 兵者, 人间至恶, 非万不得已, 不应出鞘伤人。 大岛授剑对肃敬轩一鞠躬, 昂然道, 我是替大和武圣出战, 既然战败, 就无言再活, 你虽不杀我, 我也无法原谅自己。 说着望东贵岛, 突然拔出短剑, 刺入自己腹部, 跟着横剑一划, 白花花的肠子顿时留了一地。 事发突然, 肃敬轩想要阻止, 却还是迟了一步。 望着痛得浑身哆嗦的大岛进二, 他不禁摇头叹息道, 胜败乃兵家常事, 你为何要如此决绝? 你不会懂。 你们这些生性柔弱的汉人, 永远不会懂。 大岛进二, 吃力地挣扎, 在咱们大和武士眼里, 武士的荣誉高于一切。 肃敬轩惋惜地摇摇头, 对大岛的举动感到不可理喻。 见他伤已致命, 无法再活, 肃敬轩只得放弃救助的打算, 副手转望舱外, 就见天边红日西沉, 天色已尽黄昏。 岸上传来人们的欢呼, 在楼船边游异的渔船上, 有不少悄然靠近的江湖人, 他们从打开的船窗中 看到了方才的情形, 不由其声欢呼。 在岸边等候的众人 立刻就知道了决斗的结果, 顿时欢声雷动。 人们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烈酒, 就在海滩上开始了他们的庆祝和狂欢。 几名苏家子弟兴高采烈地登上了楼船, 却见苏敬轩脸上并无一丝喜色。 几名弟子忙收起得色小声请示, 宗主, 咱们是不是可以起毛回航了? 苏敬轩指了指破釜而亡的大岛静二, 淡淡道, 把他的遗骸送还东营使团, 你们暂且退下吧, 让我一个人再等等。 几名弟子面面相去, 不知苏敬轩还要等什么。 不过几个人也不敢多问, 只得抬起大岛的尸骸悄然退下, 把苏敬轩一人留在了楼船之中。 待众人离船之后, 苏敬轩重新在舱中盘膝而坐了下来, 缓缓闭目调膝。 他知道, 藤原秀泽绝不会令大岛这样一个武士代替他出战, 所以自己还得等下去。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岸上沙滩上燃起了堆堆篝火, 远远传来人们阵阵欢呼和粗鄙的玩笑, 其热闹喧嚣与海上楼船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黑灯瞎火的楼船上, 苏敬轩的身影已与黑暗融为一体, 远处的景色也渐渐模糊, 但几天前的情形却在他的脑海中越发清晰起来。 几天前一个细雨萌萌的清晨, 一辆乌棚马车悄然停在苏府门外, 赶车的居然是个深情巨傲的东营武士。 他送来了藤原秀泽的挑战书和一具陌生人的尸体。 对挑战书苏敬轩一笑置之, 但当他看到那具尸体的时候, 脸色墨地就变了, 一言不发转身就进了内堂。 苏家子弟听说过藤原秀泽杀人传书的故事, 以为是尸体上的剑痕令宗主不得不重视, 不过他们却怎么也看不出那剑痕有多可怕。 苏家子弟中没人认到, 那具尸体原本是他们从未谋面的兄弟, 是宗主从未公开过的私生子。 每一个人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苏敬轩也不例外, 年轻时的荒唐使他不敢认这个儿子, 登上宗主之位后, 又因儿子的母亲出身风尘而休于相认。 不过他并没有忘记这个儿子, 除了在暗中资助, 还托朋友将他送到京中学艺。 虽然不能传他名震天下的苏家刀法, 但苏敬轩还是希望儿子能有一记防身, 甚至希望他也能在江湖上出人头地。 但现在一切希望和烦恼都没有了, 当看到儿子尸体的时候, 苏敬轩突然感到道, 自己欠他实在太多太多。 在把自己关进书房独自忏悔的时候, 苏敬轩意识到, 自己必须为儿子做点什么, 才能稍稍减轻心中的愧疚和痛苦。 所以第二天一早, 苏敬轩便按照挑战书的约定, 悄然乘船赶往航货走完, 然后令水手和弟子们离开楼船, 自己孤身在海上迎接东营武圣藤原秀泽的挑战。 波套中传来哗啦一声轻响, 像有海鱼跃出水面, 把苏敬轩的思绪拉回到现实。 他睁眼看看苍外天光, 只见海上明月东升, 星光暗淡, 岸上篝火只剩点点灰烬, 远远望去像一堆堆隐隐鬼火。 海滩上庆祝的人大概是热闹够了, 现在早已人际细疏, 剩下的也大都烂醉如泥, 在篝火边或躺或坐, 济然无声。 天色莫如黑漆, 现在已是黎明前的黑暗。 一丝若有若无的沙气, 从窗外渐渐进入船舱, 令人遍体声凉。 苏敬轩凝目望去, 立刻便看到甲板上那个朦胧的黑影, 如死无般纹丝不动, 沙气便从那里弥漫开来。 苏敬轩暗舒了口气, 淡淡问, 藤原秀泽? 苏敬轩? 黑影反问。 苏敬轩长身而起, 手握刀柄, 缓步来到船头甲板, 他已不需要答案。 像藤原秀泽这样的高手, 实在不容易遇到第二个。 黑影缓缓拔出了腰间配件, 坚强摩擦声在寂静黑夜中, 显得尤为刺耳。 苏敬轩看不清对方面目, 不过对方的眼睛, 在黑暗中依旧闪烁着逼人的寒芒。 苏敬轩, 你可以安息了。 黑影小声嘀咕了一句, 身形微动, 手中寒光闪烁, 常见如电闪雷鸣, 旋风搬向苏敬轩袭来。 苏敬轩在无影风脱袖而出的同时, 突然意识到, 自己一向引以为傲的出刀速度, 这次终于遇到了最强劲的对手。 楼船上传来的冰刃交击声, 终于惊动了海滩上尚未散去的人们, 不少人醉眼惺忪地寻声望去, 就见海中的楼船甲板上, 不时删除金铁相机见出的火星, 在火星细微的微光中, 隐约可见两道黑影迅弱鬼魅, 十分适合, 激动正憨。 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众人忙互相打听, 纷纷拥到海边向船上张望, 可惜黎明前的黑夜月色暗淡, 无人能完全看清船上的情形。 众人正在焦急, 就听船上一声刀锋、 瑞啸闪过之后, 一切皆归于宁静, 天地间就只剩下大海轻缓的波涛声。 快! 快去看看! 众人在顾步的许多, 纷纷登上海边停泊的小船, 驾着往海中的楼船赶去。 最先登上楼船的乃是苏家弟子, 只听他们登上楼船后, 就是一声惊呼和哭喊, 宗主!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